解放军在湘格里拉 印度对中国没有威胁 否认2027年攻台 从脱钩到去风险 美国的对华战略有什么不同吗? 波兰50万名抗议者在华沙集会反政府 世界简报 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 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 解放军在湘格里拉 印度对中国没有威胁 否认2027年攻台 南华早报 中国军方代表 印度在国防制造和军事现代化方面无法挑战中国 不构成安全威胁 根据亚洲主要安全论坛 湘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中国军方代表所言 印度在国防制造和军事现代化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中国的军事实力尤其在国防工业方面相比仍存在差距 中国军事科学院高级上校赵晓卓表示 在看待印度军队的武器系统时 我们看到的是印度自己制造和发展的哪些坦克 飞机和军舰呢 印度的军事现代化以及其在以美国为首的四方安全对话中的角色 不会对中印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产生影响 赵晓卓表示 中国相信印度不会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忠诚伙伴 因为印度拥有独立的外交政策 与此不同 前驻丹麦的印度大使 中印关系专家Yogesh Gupta则对此表示异议 他认为印度加入不结盟运动 Nam时是在冷战时期 现在这一运动已经过时 他说 在中国对印度采取侵略和霸权姿态的情况下 印度没有义务追随Nam的理念 他指的是中印之间未解决的领土争端 赵晓卓表示 中国和其亚洲邻国更倾向于使用对话 交流和谈判这种亚洲模式来解决领土争端 此外 中国军方还表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已设定目标 计划在其成立100周年的2027年成为现代化战斗力量 这引发了美国和许多国防智库的猜测 认为北京可能在那一年对台湾发动攻击 然而 PLA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曹燕忠上校否认了这种猜测 他表示 2027年的截止日期只是中国军队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 其他目标还包括到2035年建设蓝水海军 并在2049年实现与美国媲美的一流军队 曹燕忠表示 对于台湾问题 华盛顿的威慑战略无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边部署飞机和军舰 而这些军演旨在对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侵毒力势力施加压力 防止分裂中国的岛屿 从脱钩到去风险 美国的对华战略有什么不同吗 南华早报 美国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开始采取去风险 The Resting 的策略 以取代之前的脱钩 Decoupling 概念 这种较为温和的概念可能表明在遏制北京的高科技发展方面的努力有所软化 然而 观察家们表示 无论使用何种术语 华盛顿都无法掩盖与北京之间的分歧 欧洲联盟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存在分歧 自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于2018年发起对华贸易战并威胁对大量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来 与中国脱钩的概念一直存在 大部分关税仍然存在 战斗逐渐转移到技术领域 从特朗普在2019年禁止华为设备 到现任总统乔 拜登的政府现在开始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 这是北京军事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白宫多次表示 美国不想完全中断与中国的贸易 今年4月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强调了去风险 称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 以确保美国和盟国的技术不被用来对付我们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执行主任比尔斯 吉尔表示 这种策略的转变表明美国政府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方法 这表明美国采取了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方式 部分原因是承认了脱钩是不切实际的 而且更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及其盟国希望实现的目标 这也比脱钩这个词更加明智 然而 北京似乎并不信服 对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在瑞典的美欧贸易会议上强调降低风险 中国外交部回应称 真正的风险是新的冷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不点名提及美国的情况下表示 这些危险导致了地区动荡 贸易和科技问题的政治化 以及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不稳定 新华社还发表评论文章 指责美国欺骗性的将就的观点重新包装 称这一战略的目的仍然是迫使他人遏制中国 目前 美国正致力于制定针对中国的新的对外投资限制 其中可能包括更先进的芯片、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 并敦促其盟友采取相同措施 然而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在上周的瑞典贸易会议上未能与欧盟达成协议 欧盟近年来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越来越接近 并加强了应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的措施 欧盟已经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 并计划进一步采取措施来应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和技术转让 但欧盟27个成员国在对美国采取何种立场上存在分歧 尽管荷兰将效仿对中国实施芯片出口管制 但法国等国要求欧洲追求更多战略自主权 不要成为美中竞争中的附庸 吉尔表示 与许多欧洲盟友相比 美国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看到了更多的风险 但要求其盟友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 可能会导致一些跨大西洋摩擦 他还表示 北京将竭尽全力利用大西洋两岸的分歧 许多人认为 北京正在努力在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间制造分歧 增加对欧盟成员国的外交施压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上个月访问欧洲期间表示 欧盟在谈论降低风险时应该考虑什么是风险 以及风险在哪里 他表示 某些国家采取的脱钩举措将导致新的冷战风险 牺牲欧洲的利益 中国太和学院的世界经济专家丁一凡表示 欧盟对华的降低风险方法与美国的进攻性方法相比 更具有防御性 他说 除了通过贸易限制对中国进行的技术封锁外 美国还将在新能源等领域增强自身的任性 因为在这些领域很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他说 美国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 主要是战术和言辞上的变化 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一点 所以对此不会有任何幻想 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发展方向 即计数自己自足 波兰50万名抗议者在华沙集会反政府 德国之声 数十万名抗议者周日在华沙集会 纪念1989年波兰战后首次举行的民主选举34周年 然而这次由公民论坛反对派组织领导的集会 也是对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PASS的抗议 批评者指责该党将波兰引向专制的道路 一些示威者举着标语牌 上面写着欧洲 我们为PASS道歉和PASS进入厕所 波兰第一位由民选产生的总统 团结工会的前领导人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莱赫瓦文萨发表了讲话 他呼吁抗议者们 卡钦斯基先生 我们来找你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当地政府由公民论坛控制 估计周日有50万名抗议者在华沙集会 瓦文萨与前总理 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 图斯克一同登上讲台 图斯克现在领导中间派反对党公民平台 最近 图斯克曾面临被禁止担任公职的风险 因为安捷一 杜达总统试图通过一项调查所谓俄罗斯影响的法律 批评者称该法律模糊不清 旨在打击反对派 杜达后来承诺对该法律的某些方面进行修正 图斯克在周日对示威者表示 这股浪潮将不会停止 那个巨人已经醒来 我未能够在这里 并且说我们会取得胜利而感到骄傲 极左翼抗议者在审判判决后 在莱比锡与德国远景发生冲突 多伦多星报 德国莱比锡市远景和抗议者之间的冲突造成50名远景和未经证时的示威者受伤 示威者聚集在一起支援李奈义 他因加入犯罪组织而被判处五年零三个月的监禁 并在袭击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极端分子期间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 抗议活动被禁止 约有1500人前来参加 示威活动和平开始 但当一些抗议者投掷烟花 瓶子和石头时 示威活动变得暴力 当局正在调查严重扰乱治安和袭击警察的行为 彭斯准备对特朗普摊牌 国会删报 前副总统麦克 彭斯 麦克 Pence 将参加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 彭斯将建立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案例 养个钱竞选伙伴成为竞争对手 彭斯将在白宫在头四年 但由他自己掌舵 而不是唐纳德 特朗普 支援特朗普的大量选民可能会将彭斯示威叛徒 因为他拒绝拒绝在2021年1月6日拒绝2020年选举结果 尽管他缺乏宪法授权 与此同时 一些希望从特朗普翻开新的一页的共和党人 更喜欢佛罗里达州州常罗恩 德桑蒂斯 Rondesantis 作为候选人 他背识为特朗普的更合适替代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上月底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53%的人会支援特朗普 德桑蒂斯以26%位居第二 彭斯只有6% 彭斯的顾问认为 他与选民面对面联系的能力是他的显著优势 因为他在爱荷华州客厅和餐馆的零售政治 可能使他能够更好地语构成该州共和党选民的 许多福音派人士建立联系 中国在东南亚发展融资领域名列前茅 南华早报 中国是东南亚最大的发展伙伴 和官方发展金融的最大来源 但根据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 中国面临着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日益增长的竞争 基础设施资金占据了发展金融的大部分份额 但由于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许多项目未能兑现 以及疫情减少了中国对东南亚的资金支持 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在2020年和2021年放缓 从2015年到2021年 中国每年向东南亚提供约50亿美元的发展金融 其中约75%用于基础设施发展 基础设施通常包括交通运输、能源、通信、水利和卫生等项目 报告指出 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援助资金对于地区如东南亚的透明度变得越来越重要 洛伊研究所印太发展中心主任罗兰·拉甲表示 中国与西方政府之间不断加剧的地缘战略紧张关系 使发展金融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成为竞争影响力的手段 报告称 尽管东南亚经济进步迅速 但该地区仍面临巨大的未满足融资需求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人力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报告指出 这意味着各种形式的官方发展金融 包括捐助、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在发展合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该国经济总值达到1.3万亿美元 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 其他国家提供的发展融资仍占政府总支出的10%以上 即使是像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样的富裕东南亚国家 也接受了大量的发展金融援助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援助 报告称 与日本、欧洲和韩国等传统发展伙伴不同 中国向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提供了援助 例如东海岸铁路项目和太中高铁项目 尽管这些国家在该地区属于高收入国家 中国还向其邻国老挝和柬埔寨提供发展援助 洛伊报告称 随着中国的实力增长 北京一直主张重构与其利益和价值观更加契合的全球治理体系 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推出了几个大规模的倡议 例如一带一路 其目标是通过提供中国的资源和解决方案来应对发展挑战 将中国定位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在中国之后 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是该地区第二和第三大发展金融提供者 并与中国竞争成为该地区首选的金融机构 此外 中国还面临来自日本、韩国和欧洲在基础设施发展融资方面的竞争 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是较小的竞争对手 报告指出 尽管中国在签署协议方面超过了传统捐助方 但这些传统伙伴在实际交付方面通常做得更好 在非传统发展金融机构中 伊斯兰开发银行是对该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机构 每年向该地区提供约2.25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大部分用于印度尼西亚 主要以非优惠贷款形式 用于农业和教育 沙特阿拉伯正在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双边中东发展伙伴 每年提供约4500万美元的资金 主要用于奖学金 印度 作为非传统的援助提供国 也是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双边伙伴 每年向该地区提供约7000万美元的发展金融援助 其中 缅甸几乎获得这笔资金的90% 用于交通和能源项目 报告称 在该地区 提供援助和发展金融的重任 不是由最富裕的国家承担 柬埔寨和东地问是东南亚最贫困的经济体之一 从提供资金的比例来看 东地问是东南亚第二慷慨的伙伴 而柬埔寨排在第四位 柬埔寨向该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支持 而东地问向东盟邻国提供紧急援助 新加坡和文莱这两个富裕的东南亚国家表现不佳 仅贡献了该地区发展金融的2.6% 中国援助东南亚作为竞争影响力的手段 彭博社 中国在周边国家老挝和柬埔寨 以及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 印度尼西亚上的援助支出 备受关注 澳洲洛伊研究所表示 北京还专注于基础设施项目 并成为该领域的首要资金提供方 平均而言 中国每年提供的基础设施资金 约占该地区总额110亿美元的4亿美元 洛伊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罗兰·拉甲表示 中国与西方政府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也导致越来越多地将发展金融 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作为竞争影响力的手段 这份报告发布之际 全球防务部长们在新加坡召开了亚洲最大的安全会议 香格里拉对话会讨论了诸如中美紧张局势等威胁 根据洛伊研究所的数据 近期实施问题使得中国的援助规模减少 一些传统发展伙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 和尤其主要资助的多边机构 在2020年和2021年超过中国 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主要资金提供方 总体而言 传统发展伙伴在该地区的发展援助中占据主导地位 贡献了80%的总资金 多边开发银行是该组织中最大的捐助者 其次是日本、欧洲和韩国 东南亚援助地图涵盖了该地区的所有11个国家 它包括97个发展伙伴开展的超过10万个项目的数据 总价值约为2000亿美元的发展金融资助 摩托车骑手在铁人三项欧洲锦标赛中撞车后死亡 多伦多新报 一名摩托车骑手在周日的铁人三项欧洲锦标赛中 与一名竞争对手发生碰撞后死亡 该赛事主办城市汉堡的警方说 事故发生时 一辆载有一名骑手和一名乘客的比赛 支持摩托车与一名向相反方向骑自行车的铁人 三项运动员相撞 这名70岁的摩托车骑手在现场死亡 一名26岁的铁人三项运动员因重伤接受治疗 一名50岁的摄像师因休克在医院接受治疗 这辆摩托车是比赛摄影师的车辆 载有一名官方比赛摄影师 并与一名比赛参与者发生碰撞 比赛仍在继续 但德国公共广播公司ARD表示 它决定结束直播以示尊重 在伦敦不知所措的我搬到了柏林 以挽救我的理智并品尝新的生活 未报 自从我来到柏林居住已经有九个月了 我已经不再把自己看作是在学习德语 相反 我每天都在寻找自己还不了解的德语词汇 我会把这些新词录入我的手机应用程序中 并且慢慢地 我对于未知的德语词汇的比例减少了 如果最终我能够成为一个德语使用者 那就太好了 但我从来没有通过沉迷于一个长期目标来取得任何成就 我需要在当下享受乐趣 才能将一个项目持续完成 尽管如此 我很容易被娱乐 我的闪卡应用程序让我感到愉快 我从伦敦搬到柏林 是因为我在伦敦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理智 这样的理由并不适合作为闲聊的话题 所以我倾向于声称我只是想换个环境 当时 我的处女作小说已经出版两年 并且引起了很多关注 这听起来可能像是一个美梦成真 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我被我持续无法拒绝的问题逐渐逼疯了 我试图感激媒体的邀约和演讲邀请的泛滥 告诉自己 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好问题 然后 大多数人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增长 几乎影响了我的每一个思维 大多数人有更加困难的工作 他们可以在睡梦中完成我的工作 大多数人不会错过他们所有的最后期限 然后延期这些最后期限 然后再延期延期延期 大多数人能够既做自己的工作又见到朋友 至少在疫情限制允许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可以每天早上起床 而无需进行数百万次的内心对话 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绝不会用这种方式对任何其他人说话 我不是任何其他人 我是我自己 我不允许自己有困难 犯错误 或者做一些普通人的事情 残酷的讽刺是 还有多少其他人默默地对自己施加同样的双重标准 但在伦敦 由于失去了理智 我头脑不清晰 无法记住这一点 一件事可以有两种情况 你可以在事业上取得许多同样值得的人都渴望拥有的成功水平 但这也可能给你带来精神崩溃 在我能够做到的时间里 我否认任何事情出了问题 我从小到大都习惯于隐藏自己的困难和极度忽视自己的福祉 以免给他人造成负担 因为我要在童年和青春时期掩饰我的自闭症 但到了2022年初 我已经无法再模糊地假装自己还能控制一切了 谷底来临的时候 我连续三天都无法入睡 最后 我的脚肿胀得很厉害 我对背景噪音和自己的声音感到抽搐 就好像声音来自几米外一样 在第三天晚上 终于成功入睡之后 我16小时后才醒来 发现有几个未接的电话 我的文学代理人带着我迫切需要签署的合同来到附近的咖啡店 等了一个小时 却一无所获 那周晚些时候和我的代理人吃午餐时 我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再也不能做事情了 我说 就在那个时候 我去拜访了在柏林的一个爱尔兰朋友 当时的打算只是放松几天 然后返回伦敦 继续生活 我在柏林的第一个晚上 我在黑暗中乘坐油轨电车 把行李拖上朋友房子里 那栋站前的公寓楼的共用楼梯 然后在他的锯纸纤维沙发上睡得比在伦敦的双人床上还要香甜 早上 我在附近散步 享受宽阔的人行道和丰富的树木 清新的蓝光让世界看起来崭新 在更远的几个街区 我看到挂着粉红色管道的路边 我在手机上搜索粉红管道 发现柏林市政府选择这种玫瑰色的色调 因为它是所有儿童最喜欢的颜色 直到他们开始上学 然后男孩们学会讨厌与女孩有关的一切 因此与粉红色有关的情绪一直保持不变 现在 在不少百林街道的游乐场附近 你可以看到这些鲜艳的管道 我在一家餐馆里吃了早餐 旁边坐着一位偶然遇到的德国人 他向我解释了柏林的欢迎文化 人们会问你来自哪里 然后向你展示他们对那个地方的了解 他说 在我们的谈话中 我告诉他我正在柏林居住的原因 我告诉他我过去几年的经历 我感到无法控制和心力交瘁 柏林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好地方 他说 世界简报 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 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 迅速掌握全球趋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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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